光天晃日 小区监控密布 窃贼却如入无人之境 折挡面部 躲避监控 精心设计逃跑路线 一场与职业犯罪的博弈 拉开帷幕 白天上班 家中无人 面对入室盗窃 我们是否真的束手无策 平安365 插翅南逃 即将播出 2018年1月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焦王庄派出所 接到十余起报案 案件发生的地点 都是位于通州运河西大街的 河生滨江地景小区 你看到我一看 我一看一看 我一看一包掉的 这整个这都翻出来了 这包里的钱没了 丢对去 也没有一半 我一半 我如果都手都 怎么十万也不行 除现境外 汇害人家中 丢失了大量首饰 古董 名表 单反相机 等体积小 价值高的物品 提起这名窃贼 小区居民都恨得咬牙切齿 这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 目前确认的是 只有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里面 有我的所有 在国外的所有的证书 从小孩到现在 所有的证书都没了 有一个零汉的相机 叫两家 这家里敲 真是贼 太不容易了 真的 河生滨江地井小区 属于高档住宅小区 监控设备完备 可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所有案件都发生在白天 这些业主 基本都是早上白天出门 然后晚上回家 回家后发现 现场基本翻门 还是比较乱的 犯罪嫌疑人 大白天接连进入 十余户业主家中 进行盗窃 一方面说明其十分猖狂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发 更为恶性的犯罪 北京市公安局 通州分局刑侦支队 立即成立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调查 技术人员在对现场 进行勘验时发现 作案手法都是用暴力手段 将门锁破坏 而且门锁的样式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他们锁具都是统一 由开发商进行安配的 这些都是那种电子密码锁 这些电子密码锁 看似挺高级 也防盗 但对于这一名献贼来说 似乎很简单 我们分析 他应该是对这种密码锁 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据悉 这是北京市有史以来 第一起破坏密码锁的 系列入室盗窃案件 负责调取监控的侦察员 在小区东侧的一处监控中 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顺着墙边走 走到一个 基本上没人知晓的 地下通道路口 进入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户 除了他就是 在多个点位出现以外 而且每到一个点位 他有很刻意地去回避上头 像压低冒牙 或者是侧脸 这么一些动作 随后侦察员又调取了 小区大门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出现 那么他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 这边这片底山 就是这个小区的东墙 小区这个北侧 我们通过这个监控 把这个去路已经全部给封掉了 没有看见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踪影 因为你要来到这个小区的这个东墙 他只能通过这个南侧 北侧或者这个东面这个围墙过来 南侧也经过我们那个摄像头 看不到这个嫌疑人的踪迹 他只能通过这个 这个东侧 这围墙 上面这开的这几个大洞 他只能从这几个方向说 说钻过来 在当天下午15点30分的视频监控中 侦察员发现犯罪嫌疑人 从原路返回离开了小区 然后我们追到小区外面 发现这个小区的东侧 是一个现在正在拆除的检材城 然后这个检材城在拆除期间呢 物防措施全都给清除掉了 侦察员再次扩大搜索范围 调去了大量监控视频后 就在位于案发小区东南侧 两公里的监控中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踪迹 也就是说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犯罪嫌疑人出小区后 先乘坐交通工具 但只走了两公里 之后他下车继续步行 可见此人有着极强的反侦察意识 这也给破案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那么我们就一路继续追查下去 到达土桥公共交通枢纽一带 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 那么人流量跟车流量 都是相当大的 土桥站是北京地铁八通线东端的终点站 向西可以进入北京市区 向东可以到达河北省 其周边有多达十几路的公交车 每天高峰时段的人流量数以万计 要想从这里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可谓是大海捞针 于是专案组重新梳理案件细节 试图找出突破口 侦察员对曾经在小区工作的人员 以及所据公司的七名维修人员 逐一进行了排查 但全都排除了嫌疑 侦破陷入僵局 盗戚案却接连发生 每起案件只指城铁终点站 到底预示着什么 正面影像的出现能否带来转机 平安365 插翅难逃 正在播出 就在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之际 2018年4月20日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黎原云景大街 K2海棠湾小区 又发生了入室盗窃案 同样是密码锁 同样是暴力敲锁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又浮出了水面 同样我们追到这个土桥乘铁这附近 依然是这个嫌疑人 就失去了这个踪迹 后来我们就分析 应该还是跟前两次一样 在土桥地铁这周边 应该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是打车 离开了这个现场 虽然犯罪嫌疑人再次逃离了警方的事件 但是这一次通过海量监控的查询 在距离小区一公里处的一个探头里 截取了清晰的犯罪嫌疑人正面影像 正是这张影像给破案带来了转机 那么通过我们的汇声 我们的另外一名探长反映 这名嫌疑人的长相 与他在17年所追过的一件案件 嫌疑人长相相符合 他那起嫌疑人当时是 普通的这个技术开锁 这手段是不一样的 手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来通过根据跟这个探索去沟通 发现这名嫌疑人 于去年到窃网以后追踪至这个湘河 河北省湘河县 在2017年的这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从土桥地铁站乘坐810路公交车 在河北省湘河县湘河三中站下车 之后向北行进 但由于监控存在盲区线索中断 专案组分析犯罪嫌疑人在这里下车 他的落脚点应该就在附近 2018年5月10日 专案组赶赴河北省湘河县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对湘河三中站向北的商铺小区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在距离湘河三中站500米的湘河建设局的监控里 发现犯罪嫌疑人进入了西北街小区 可侦察员调取小区的监控后 并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在没有进小区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荒废的一个施工入口 从这入口应该进了这个野地 就是为什么说他同事要进呢 因为我们在小区里边 没有看到这名嫌疑人进入 但是只有这一个口是可以通过的 这片荒地四周都有围栏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如果犯罪嫌疑人进入这里 他又会去哪呢 侦察员对荒地进行了细致的搜寻 终于在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 发现了端倪 原来这里是国龙府小区 九号楼的地下室的入口 平时几乎没有人从这里出入 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小区这个 大门的监控路下 还有围墙监控路下 并没有发现当时 这嫌疑人有出去的这个 这个影像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 将这个侦察目标就锁定在这小区 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就住在这个小区 实地勘察 抽丝剥茧 神秘入口的出现 让嫌疑人渐渐浮出水面 白天家中无人 面对入室盗窃 我们应该如何防范 平安365 插翅南逃 正在播出 专案组 然后我们就联系无业 查查看这个14层住户信息 当时我们就锁定了其中一户 张国正32岁 河北省香河县人 已婚 初中文化 无业 这个在室外抓捕会相对可靠 因为在室内抓捕 如果嫌疑人不开门的话 有很多这个不确定因素 比如说毁赃 或者别的一些不安全的事故发生 2018年5月21日 小区监控室传来消息 张国正和妻子进入电梯准备外出 机会终于来了 专案组决定在四层电梯间实施装捕 你一直走着 转过身去 在张国正的家中 侦察员从床下 起获了大量被盗财物 以及多种作案工序 在证据面前 张国正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而这一切 他的妻子全然不知 那你家里床底下 那么多贵重的物品 你有问过他吗 我没打开我床底 他有工作吗 没有工作 经济来源从哪来呀 就是他给我钱 那你没有问他吗 这钱都哪来的 换我一两次 但是他也说你帮我安 天哪 爸忘了 走吧 你 对不起 正所谓 早知近日 何必当初 那么 一个有房有车 有美满家庭的人 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据了解 张国正是家中独子 从小被娇神惯养 曾经干过几份职业 但都因为嫌挣钱少 而半途而废 成家后 因为没有正当职业 又迫于房贷的压力 他急需用钱 于是 便冻起了歪脑筋 看见是什么样的监测所 然后那通往上又看了 就是 看了一方面 这个 就无意间看见 其实我先看一方面叫 我说 我说这家 我这愣度很大 就这么想 我这愣度很大 所以 所以就是 看看监测所 这些 所以 所以偷了团 在监测所 很快 张国正在网上 购买了各种开锁工具 和密码锁 整天研究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 见时机成熟 他来到通州区 各高档小区 进行踩点 在作案当天 为了掩人耳目 他出门后 坐电梯到地下一层 穿过漆黑的过道 从隐蔽出口出去 进入荒地 之后 乘坐公交车 抵达通州 然后翻墙进入小区 直奔地下车库 你怎么知道 人家有什么人啊 他就等着呀 等着听着也没有声音 等着 据张国正交代 从2017年底 至2018年4月间 他潜入通州区 多个小区 偷盗数企 目前张国正 已被移交至 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检察院 从此次系列案中 我们可以看出 被害人都为上班族 白天家中无人 犯罪嫌疑人 通常会先试探性敲门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就无法防范了呢 为此民警给出了提示 家中有条件的住户 可以选择这种 比较智能技能型的 防盗措施 电子猫眼 有前端采集猫头 加后端显示屏组成 有记忆功能 能够拍照 录像 如果出门在外 通过智能猫眼搭配的手机APP 将自动推送消息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 安装防盗门瓷 一端安装在门框上 另一端安装在门上 如果有人进入 两块门瓷分离 就会发出警报声 从而对小偷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近年来 由于犯罪嫌疑人 反侦察意识不断增强 违法犯罪逐渐呈现出 专业性 连续性强等特点 打击违法犯罪的难度 也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通知分局 按照市局整体的这种 改革的这种思路 把基层这块的这种 办案的这种能力 潜力充分的调动出来 那么市局提出的思路 是两机管理三机打击 发挥出一加一 打鱼个这种效能 这个最大化的 把咱们警力 这种工作效能 这个发挥到极致 近年来 由于支付手段的改变 很多人出行时 只携带少量现金 这让传统接触类犯罪 有所下降 同时也使得一些犯罪嫌疑人 将目光转移 道想承证犯罪 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 严重影响群众的 获得感 安全感和满意度 是一个突出的治安问题 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依法严打的方针 持续深化 打击盗抢骗 等多发性侵裁犯罪的专项行动 这起案件的侦破 体现了通知公安机关 对打击多发性侵裁犯罪的重视 对保护群众财产安全的重视 这类犯罪手法 是最近刚出现的 也为全国打击这类犯罪提供了经验 在这里平安365也提醒观众 在家中尽量不要存放大量现金 如果家中有比较值钱的物品 可以选择存放在保险柜内 同时小区的安保人员要加强巡视 对可医人员要及时进行询问 2018年8月17日 为庆祝819首个中国医师节的到来 由江苏省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办的迎接医师节 即医患情缘新书发行活动 在长州市天宁区北环南村社区举行 马上我们要正式发行的这本书 医患情缘的作者 吉小平阿姨 那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位居民 医患情缘的作者 将手稿赠送给了医院 学长你好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作作 今天我帮他送给你留作一个纪念吧 活动中 长州市各级领导发表致词 医院组织了12个科室的专家进行议诊 并现场教授心肺复苏的流程 现场虽然下起了大雨 但群众热情丝毫未减 让医患关系 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